接下來我們來關心夏威夷的火災 這個是原本的夏威夷 很漂亮 據說是個古城 那這是很有名的一棵大榕樹 這大榕樹的面積有七十五平方公尺 七十五平方公尺 就給你的想法 九七六十三 十公尺 七點五公尺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是平常夏威夷的樣子 這就是夏威夷 很美 很舒服 而且氣候也很好 微風吹佛 這個是夏威夷平常的度假飯店 你看到海邊有多美 對 好漂亮 那這個椰子樹然後氣候又好 這就是夏威夷 那現在這個夏威夷變怎麼樣呢 給大家看 這邊的火災 修一個全部都變廢墟 幾千棟房子 全部都被廢墟 然後這個是比較近的這個拍照 這是夏威夷 你還不一樣呢 也變這樣呢 這是當時正在火災的時候 可以說這個烏煙閉日 能見度很差 那我想瑞德你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野火有多嚴重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夏威夷 夏威夷不是一個島 夏威夷總共有一百三十七個島 其實它有一千多公里 但是它大大小小的不等 那麼有六個大島 這個今天發生事情的貿易島 是裡面的其中一個大島 這個貿易島還沒有發生 這個火警之前 它有一個稱號 全世界最漂亮風景最佳的島嶼 你就知道 那我們去夏威夷的話 像我們台灣飛到夏威夷 飛到那個地方 大家都聽過檀香山 那個什麼火的嚕嚕 對不對 那個地方是歐福島 那個地方是日本人 然後世界各國 大家喜歡去歐福島 最重要的什麼高速公路 全部都在歐福島 然後全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 也室外購物中心 也都在歐福島 可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 不是那個歐福島 它是旁邊 它往下面來的這個貿易島 貿易島它的大概觀光客 不是以我們這種外國人為主 它是美國人為主 所以一般來講 歐福島有的人會 另外加錢行程去那個地方 對 一定要去 到貿易島去 那貿易島今天發生事情 這個地方叫拉海納 貿易島它有三個機場 那拉海納這個地方 它很久了 但他們現在因為極端氣候 今天這個火井跟極端氣候有關係 還有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我們日月潭不是漁虎 外來種的漁虎 跟日月潭的漁虎 這次這個火井 也跟外來種的一種動物 一種植物有關係 叫天竹草 它是外來的 但是它長得非常快 長得非常快 最快速度非常快了以後 最高可以到三公尺 再加上最近剛好 他們是乾旱的旱季 你聽過暴雨吧 他們叫暴旱 比旱還要旱 叫暴旱 那所有會營火的 那個相關都來 第一旱季 第二又有外來種的 這個天竹草 那麼現在不知道 為什麼起火 但是問題是 現在可能歸咎 跟電力系統有關係 夏威夷電力公司 夏威夷電力公司 現在是否認 不過因為很多人認為說跟電線 跟什麼東西最初引起火來 可重點來了 夏威夷有全世界最多的警報系統 有四百多個警報系統 以前會建立這個警報系統 是因為海嘯 先插個話 我們都臺灣用電 都是臺灣電力公司 臺電是國營 美國不是 美國是輸人的 美國的電力公司 基本上都是 所以他的電費有的很貴 對 電價不一樣 我一說這個要賠起來 他會倒 他穩住 我跟你說為什麼穩住 因為到目前為止 兩千七百棟建築物 包括豪宅全部燒掉 大型購物中心 全部都燒掉 然後死亡人數到今天 我們錄影為止是九十九個人 但一定不止 因為還有好幾百個人 上千人下落不明 所以失蹤 那個可怕的程度 超過我們想像之外 然後火起了以後 火起了以後 因為他燃燒速度非常快 那麼快到什麼程度 各位 為隔壁燒到你們家 整棟燒了之後 一分鐘跟兩分鐘 嚇死了 怎麼可能啊 你看看那個 整個被燒毀的 他們不是說緊貼著 他們還有距離 但他的火星有沒有 沒有 整個燒毀是那個火星蔓延的速度之快 太可怕 等一下我們這個 主事長 他可以讓他知道火警發生的時候多可怕 然後整個都煙過來 整個蔓延過來 燒到什麼程度 燒到那我可以開車跑啊 我可以開車逃啊 燒到那個火 撞你的車 比你的車更快 因為有人 因為這樣子斷然 斷然說下車 我不要再開車了 我逃不掉 車上的人說不要 他要留在車上 最後他一個人生還 是 可等到回來的時候 車上的人 各位你要知道不是燒死 燒到皮膚 還有人在這場火警裡面 發生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跳駭 各位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跳駭 因為公路在旁邊嘛 公路住宅 因為他的住宅就是沿著這個商店區 就是沿著這個 等於說海旁邊的公路 這樣蓋的嘛 他沒辦法的情況下 車子不要了 整個跳下去 你仔細看這支火警 連在岸邊的這些船 全部燒掉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是人類的浩劫 不可思議 可惡的是 它的消費警報有400多個 單單這個貿易島 它有80個 以前是為了海嘯 因為它海嘯打過 所以後來就建立這個警報系統 一個都沒叫 它那個聲音是非常尖銳的 一次叫每個警報器三分鐘 所以只要叫的話 他們就可以逃 沒有警報器叫 所以你根本來不及逃生 丁寧 我考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你看我們今天邀請到了林金鴻 是警政署災害管理組的組長 你要警政署的組長的那個關階嗎 我們都講幾線幾星 你知道嗎 對我比較沒有概念 不好意思 社長不好意思 應該是 我們邀請來的都是一定很高階的 二級縣市的消防局局長 是三縣幾星 三縣二星 三縣二星 三縣二星可以做新北市副局長 因為他副局長 三年二班 新北市三縣三 加基就是局長 加一縣警察局長 那這個夏威夷的火災啊 因為這個金鴻兄 他的專業就是防火 那這個你幹嘛 夏威夷為什麼傷亡這麼慘重 其實剛剛瑞德兄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 根本不知道資訊 所以你不知道資訊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災害的應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所以夏威夷這個案子發生以後 我很認真看過所有的新聞 我就一直問 如果我在現場 我該怎麼辦 我發現我還真的找不到答案 為什麼沒有資訊 因為你現在就是變成 他不知道從哪裡燒 燒了以後 等到你炸大的時候 你可能也來不及應變 那我想舉一個 快點看電視啊 因為他當時包括通訊 很多都會斷 在美國其實他們在災害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緊急廣播系統 臺灣現在也有 臺灣現在比方說地震演習 不是都會發爆嗎 所以美國他們在災害的時候 會透過這個緊急廣播系統 在電視播 在你的手機推播 可是這次夏威夷 通通沒有 因為通訊斷掉了 對 因為聽說他那個火點 最起碼從媒體看到 是他那個火點很快 就把他那個系統就摧毀了 那這個可能大家以前沒有想過 當然我們在建系統的時候 都會考慮備員 就是我不會單一迴路 萬一我這個迴路被燒掉 我另外一個迴路還可以通 那至於他為什麼今天 這個功能喪失 這個媒體看不出來 所以我認為他很嚴重 是因為沒有把資訊 即時傳播出來 那等到你知道的時候 火勢已經變大 那我說過 其實因為現在資訊 都是從媒體報 所以我去查 臺灣有一個曾經發生過 跟他很類似很類似的案子 就在民國五十八年 一九六九年 在九月二十六號 在臺東 以前那個叫大南村 那後來那個名字把它改成東興村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名字不好 大南就叫大難 所以那一場火警 造成四十幾個人死亡 然後整個村一百多個房子 全部都被燒掉 我覺得他跟夏威夷 這個有一點像 所以我們從過去最起碼在台東 那個案子裡面 你可以看到當時那些人也是一樣 他不知道發生火災 然後再加上那一天又有風 這次夏威夷也是因為有那個很劇烈的風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次夏威夷也會有那麼嚴重的關係 是因為他有一股風從北方來 結果南部剛好有一個颶風 就我們的颱風 距離他雖然有一千公里 但是他的那個外圍 外圍有兩個風剛才飛過來 剛才他那邊風很遠 風勢很強 所以助長了他的火勢 看一下 這個那時候 燙的時候是很像這樣 好像夕陽 真的 這個是世界末日 很恐怖 你覺得是世界末日 很恐怖 然後再看 這就是剛剛瑞德說的風 你看看那個樹 你就知道 那個風有多頭 這樣子 樹可以說是燙了 這跟颶風有關係 對 風速會影響火勢 但是風速達到一定的程度 他會減緩火勢 那我們現在在談就是夏威夷 這個如果你沒有第一時間知道 其實你在應變上面會很辛苦 第一個因為人每個小時 大概能夠跑九公里多 像剛剛幾個 一小時跑九公里 對對對 一小時 那當然各位比方說 體能比較好另當別論 在國外做過統計平均 大概可以跑九點八公里 然後那個正常的森林火災 像這種火災 他大概可以燒到十點八公里 那如果你今天燒的是雜草 他的速度會更快 所以剛剛瑞德有談到 他有外來一種 他的速度會高到二十幾公里 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火災之前 你不知道 你等到碰到火災 你會跑不贏他 你會跑不贏他 這是一個 再加上風勢的助長 我們有跑的還要輸火災 對 所以在國外 他們在等於是說 最起碼在整個森林火災裡面 就會談到 如果你今天他們就會 第一個他會告訴你 你要趕快跑 萬一你很不幸被困住了 那怎麼辦 就像剛剛瑞德也有談到 你要不要下車 或者是你要不要離開 那森林火災有一個特性 他通常就是會朝 某一個特定的方向燒 因為他會受到風勢的影響 所以在森林火災 很少去算直線 因為他在燒的時候 是會慢慢的擴散 但是他還是會有方向性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今天在車子裡面 你可能不容易去判斷他的方向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選擇 就是你可能要去了解 現在整個風勢 太急判斷 那時候夏威夷這個已經收不到 收不到 他整個已經中了 靠自己的觀察 對 你可能要去看 就整個風勢 然後包括一些 看風怎麼跑 對不對 就跑另外一邊 你就跟他反方向 反方向跑 相對會比較有好的機率 風如果這樣跑來 我們就要用去那邊走 那是你還能跑的情況 萬一你不能跑 你周邊都被包住了 你走不開 那國外還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你就是找比較低蛙的地方 然後趴在裡面 趴在裡面 然後你要臉朝下 那盡可能要避開那些有草原的地方 就是不要周邊有草 不要有可燃肉 燒好燒的意思 對 因為如果在燒的時候 你會去燒到 所以要避開 所以我剛剛講過 如果旁邊說有水滴 要不要跳下去 讓他全身濕大濕的才上來 所以我剛剛有講在台東 當時那場火情 就那個大南村那場火情 有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他那時候在火災的時候 就掉到一個水溝裡面去 掉到水溝裡面去 就被水沖走了 結果沖走那個水溝 就是剛好死了一隻豬 就後面他被沖過去 死了一隻豬 所以他後來在水溝裡面 大概待了一個晚上 後來被救出來 有水當然對你會比較有保障 死了一隻豬是把他擋下來的 對 把他擋下來 對 所以那個小朋友後來就順利被救出來 就是沒有 得說沒有罹難 所以有水當然相對的會好一點 但是你又考慮到 因為你是要臉朝下 對 所以這些就是有很多變數 你要同時去考慮 好 這個林組長 以負責國家的這個防火 那他說其實他帶著家人 曾經在加州也遇到森林大火 那他碰到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他是怎麼應變的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請教 來 先休息一下